那笔记也不可能老师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大概 我想我跟助教写的比较多了 后面的时候大家还是同学在写 但是你也不可能一次全部监督所有的 所以每一个跟BBS版主一样 每一个版就有一个版主 每一个主题 每一周的课程有一个主题一个版主 他当然有多一点的分数 他要负责格式 当然老师一定要监督 像我们最近研究所的其中考 就做了一个其中的一题答案 一些没有 不是一题有两题 没有答案的 没有标准答案的 那就由同学一起在上面写答案 那我改考卷就是以同学的答案为 你不写你的答案 那就要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 实验这个结果还不错 大家都会在open 本来就open book的 problem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 使用的状况 我们在这个是从那个 google analytics上面看的 那visit的话 这从9月到现在 这个学习开学 那当然是台湾visit最多了 大概3万多次了 每一次平均 22分钟 其实应该是double 因为bounce rate 就是说 有些他不是我们的同学 在一来大概就出去了 或者是这个 那其他国家的大概都是 一来就出去了 那这个bounce rate很高了 但是平均的大概应该 我想应该有呃呃呃呃呃呃呃的时间 还还算长了 那那这个呃呃 那另外呃 最后的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呃我们再用了其他几样东西 有稍微再再提一下 youtube 那youtube的话就是像现在 我现在在这里讲 我会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录下来以后 回去我就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去了 那是lecture recording 那那然后我们在那youtube账号里面 就每个课程就分成一个 一个一个playlist 然后整个是一个channel 那那因为youtube现在都有 10分钟10分钟的这个限制 长度10分钟 所以所以一堂课要切成好几个 这比较不方便的 那可用了这以后 他又有副作用 那同学没来的时候 他就说我我我我我我我去 我会去看这个youtube 那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 那只有那考试才来验证 那那那点名就点名 我就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那youtube大概从9月到到现在 那那这个 有有注册的看的大概有五千次 五千view了 没有注册的一万五千 就是他有他注册的看 所以还蛮多的 那那那这个是一个 每天的这个分布 然后然后这个 每个里面有些高的 这个最高的就是期中考前一周 期中考后一周 我这也没有秀出来 那就非常低了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很有趣 这个这个图是期中考后一周的 这个期中考那一周的 蛮怪的 35到44岁的人居然是最多的 我们同学是这个 这个 但是整个整体看全部的话 大概各个年龄层都有 大概从 从18岁到 到55岁啊 其实还蛮平均的 这个都都有这个 都居然都有人在看了 那那这才两 呃 九十十一两个 呃 两个多月啊 两个半月啊 那在这个 在YouTube上有很多的这个等级嘛 在Guru级的这个 Most View在台 那台湾可能看YouTube人不多了 那已经 已经排的排到很前面了 我算了一下到现在 已经一百个小时了 那 那还有其他一些 Social Feature 那像建立 我们在哪些东西上面 建了这个 课程的Community或Channel 在上面 等于是你要在哪里 都可以讨论啊 主要是那个SS 主要是那个Blog 主要是内容关系 但其他的也都有 包含Second Line 包含了Facebook Franster Jaku Twitter 那Google Live 我们也建了 那Google Live 因为它有很多因素 我想我们今天 没有时间谈了 那 它为什么要关 但是 我们也建了 也用了 那 但是没有强迫的同学用 这些通通都建了 课程的社群 那 那实际上用的都不太热烈 强迫要注册的 Second Line 然后Jaku 那YouTube 那用的就比较热烈了 那Jaku是什么呢 Jaku是个Micro Blocking 就是你 那既然一开始的时候 本来是讲 因为有些同学在上课 这张手机嘛 那他就说是用Notebook 有无线网路 那他上课的时候 他可以再参与一些讨论 那就等于在旁边 call-in的这种味道 就call-in的不太热烈 是有一些 那 那主要是做什么 主要是让他们点名的补点 就点名没有到的时候 这个补点 这个用的很热烈 那这个点名没到的时候 他就他会在上面来 来补点 那这个 基本上实验的三个课程都还蛮热烈的 那最后 其实这些都是刚开始 这张投影片很多人都在用 就是说其实 不管是Virtual Work 或是这些 把Web 2.0的这些 Social Service 这些东西用在 不管哪一个领域 我们是用在教学上面 那这些都才刚开始的阶段 都还不是很成熟的 其实后面还很长的路可以走 而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 很不幸的 是违反人性的 这种 这个 强迫同学来 来这个 参与 本来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们这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在 在网路上面 你会去 去写文章的 creator 那只有18% 但这个是可以重复的 然后会去这个 给别人comment 25% 那你会去收集一些好东西的 留到bookmark 你都书签 12% 那等等 你会去join的 去参与别人的 那25% 那你会观察的 有一半 所以在网路上很多人 也不见会观察的 其实有课程的 这个很多内容摆在那里 他不会去看 只有一半人会去看 那现在 那现在我们 要求同学这个 这个 这个 你一定要去参与的话 其实是有点违反人性 但是 又有很多的 这个 各种不同的 这种 职业规划 或者是这种 未来趋势加 他们都在讲说 如果你不学会参与的话 那不学会奉献的话 那未来呢 可能就会很辛苦了 所以 这样讲 我就觉得还是继续做下去好了 就为了大家好 这个 所以 所以 这个 那 能不能真的产生出这种 所谓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聚的 或者集体的智慧呢 部分 少数 自己这两三年的经验来讲 是少数 但是不多 而且 很重要一点是 我后面下也就有 很重要的几点是 你要合理的开放跟分享 然后呢 要给他回报 那 一定要 最早一开始 我们第一个学期就是 以完全完全处罚 扣分扣分扣分 扣分 然后这个 就比较不行了 还改成这个 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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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 所以这个 同样的事情 可是这样转一个 就变好 所以要鼓励 鼓励多一点 那 第二个是 专业人员参与 那 专业人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自己跟助教也发觉 像我自己忙一点的时候 或是助教混一点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大家同学 就一起混 对 大家也都一样 那这个 老板出国了 就 就 放假了 那 可是 所以 这个像版主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 这个 整天来 他每一个 即使你看到也不一定能够回应 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 拿捏也是 要 有一个界限 然后这一类的环境里面 在未来 现在已经发生很严重了 但未来 比较会 大家会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 可靠 可信赖 这secret 跟rehabit 都有都有问题 那 因为这些 加上match up 都是别人的东西 那我都不认识的人 那另外一个可信赖度相关的 就是智慧产生权 就是很多 很多人的这些 像我们就会有要求 尽量用credit common 就尽量的要宣告一下 你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分享给别人用 那最后一点就是 其实这个系统管理的负担蛮大的 我们 blog用的时候 那个被 一天的 外面那个robot的攻击 就是common 一天到晚要再做工房 很辛苦 那 但是也有一个解决方法 那 就是 丢到cloud 去 就丢给google 简单来讲 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自己有一个domain 就是有申请一个 就是这个 weiko.net 申请了很多年了 十几年了 那 那 那这十几年来我们自己一直想 架过好多次 mail server 架一次以后 同学 这个研究生 等等 又是外面攻击 没有一次做的好的 就是 撑了一两年又不行 撑了两年又不行了 那 大概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吧 那 google有一个叫apps的一个 他免费的 就把这domain就丢给他了 他给你mail server 等等等等 通通给你了 那 那我们就把这个丢给他 那我们mail server在上面 又没有 不是又没有了 他帮我们解决了管理问题 解决了这个垃圾问题 解决了病毒问题 那管理啊 谁用了多少 统计的非常好的 那这个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所以像我们 现在就准备慢慢 把我们东西丢上去 好那